一看你就知道了嘛 你就会很清楚 我在讲什么 来测哪 测 测那边 再过来一点 来 来 听这里 这边是顶上端 顶下端 好啦 这是上面 这是下面 OK 好 好 躺在下面的上肢呢 记得 来 你等下说进去 夹住 把他压住 好 好 他这样测躺 对不对 他的肩关节是被压摸到了 所以我们不要让他受到躺回群 所以你就要把他拉一点点的肥群 OK哦 所以下面的这个手 不要拉肥群 好 然后 elbow 肥群 都这样 OK 这样他就轻松 那上面的手呢 也是肥群 可是手会往下垂 对不对 这时候呢 来 枕头就拿来了 把他垂起来 把他垂起来 让他抱枕头 所以他就很舒服 OK 上架是这个要会喔 好 来 那如果是下肢呢 躺在下面的这只脚 好 你请他伸直 OK 因为他往前伸 所以这只脚让他肥群 可是肥群没有垫 他的脚就变这样子 所以一样来 OK 这样子 这是第一种方式 身体往前转 往前傾 好 就摆成这个姿势 不要记起来喔 你不要错了喔 你考试错了他就离婚啦 OK哦 哪里错 就这个摆字 错了就零分喔 嘿 第二种側挡方法 是身体往后转 好 好 也是一样 在底下端的上肢 要 肩关节要肥群 可是那手肘呢 就摆成 伸直就好 那顶上端的上肢呢 一样 摆在伸直 好 所以呢 我需要用枕头把它做支撑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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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小心喔 这个桌子 这个桌子喔 没关系啦 好 就摆成这样子 OK 好 要不然你没有摆 他的手就往下垂 这边会被拉扯到 好 好 那如果是下肢呢 在底下端的下肢弯曲 这只脚要伸直 好 那伸直的话 你没有摆 这脚就会ADD 而且会后勤 好 所以来 一样 枕头拿来 可以 可以 如果側躺身体后勤 就变成这个姿势 这个姿势要搞清楚喔 好不好 好 来 可以了 小心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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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